至于水泵呢,在进行安装工具之前,要先按批准的泵房设计图纸,复合泵房有足够的维修空间才行。 而泵房门口的混凝土挡水台阶呢,就一定要做好,门口的位置要足以让水泵搬过,同时还要有适当的通风装置。 没错,水泵机组连同底座,应该固定在混凝土的减震板上,同时减震板也要用避震弹簧承托在混凝土基础上。 减震板的重量,至少是整个水泵组件运行重量的两倍。 在安装水泵的时候,首先要检查水泵活接,并确定泵液轮能够自由转动。 用千分表,校正马达和泵轴,成一轴线。 所有外露的泵轴和活接,都要用坚固的金属保护网覆盖好才行。 至于水泵出入水的连接口,就必须装上压力表和避震伸缩配件。 在入水口的旁边,还要装上隔离闸开关和过滤器,并且要注意维修空间的要求。 而出水口边,就要安装调节阀门和单向阀。 另外两边水管的高位,更应该装有排气阀。 一般冷水管,是用中级无缝钢管。 在安装冷水管之前,首先要依照批准的图纸,在天花或墙身,标好管支架的位置。 水管的直径一般是32到50mm,支架距离不能超过3米。 如果是65mm以上直径的水管,就不能超过4.5米。 至于机房内的水管支架,就要按照合约的规定,使用避震支架或承托。 水管要安装平直,不能起支子或者弯曲。 如果改变管口的大小,就要用斜大小头来连接,这样才不会憋气。 如果水管要转变方向或者分叉,就要采用标准的配件。 不过在连接过滤器、闸阀、阀门和水泵的时候,就要用法栏接头。 这样才方便日后的维修工作。 要预留足够的空间来安装保温材料才行啊。 如果是承托架上的冷水管部分,要包上高密度保温材料。 同时还要在保温材料底加上新铁片来减轻所受的压力。 管道之间如果要用焊接方法来连接,那所有焊接的工序就一定要由认可的焊工来操作。 而且烧焊的时候必须注意安全,并记住带上适当的护盾。 同时要有灭火筒配备,并在干爽而又通风的地方进行。 没错,那就先看看烧焊方法的示范吧。 首先要把焊接的管道两边磨平,并且打上斜口。 接着把两边矫正在同一个直线上。 焊接的时候,要先点焊四面来稳固接口,以防止烧焊后变形。 焊接以后,再用手锤清理焊口。 所有直管的焊接都要采用Weberware的方法。 当和法兰碰口的时候,就要采用Fillyware的方法。 另外所有的焊口都要抽样或者做磁粉测试, 以此来检定焊口的完整性。 要是没问题了,还要在焊口位漆上防锈漆。 是啊,当焊接水管工序完成之后,就可以进行管道湿漏了。 首先将管道冲水加压到工作压力的1.5倍, 或者至少10个大气压。 经过24小时之后,水压变化不超过5%的话,才算合格。 要冷水管室漏合格。 同时所有的接口位置都符合图纸要求之后, 才可以进行水管保温的安装。 较常用的保温材料有管状的玻璃棉。 分泉发泡。 橡素和白铐加混土面四种。 在包保温材料之前,先要将冷水管表面的污渍清理干净。 同时并漆好防锈漆。 然后在水管表面和保温材料的开边位, 涂上厂家建议的接合剂。 跟着,再将保温材料套在冷水管上面。 之后就可以用力轻轻地将保温材料压实。 以确保它没有空隙出现,那才行。 而保温材料之间也必须要紧密连接。 首先贴上铝质粘贴纸来定位。 然后检查四周没有虚位之后, 再贴上铝质粘贴纸来封口。 至于炸法、供滤器和水泵位置, 需要用同类型的保温材料遮盖住。 有时候,还要根据施工章程的要求, 在保温材料上加上金属的保护外壳才可以。 记住,保温材料一定要包好, 不然就很容易发生水节路的现象。 还有,除了水管要包好以外, 公有自己也要包得严严实实。 我的意思是说,要做好安全措施, 戴上口罩、手套和穿长袖长裤, 这样才不会被保温材料弄得皮肤敏感。